我是KD,今天是不是该更新躲猫猫视频了 这次躲藏位置呢,选在了海岛地图的军事基地 这个地方在旧版本的时候我们经常玩 我记得自从20年6月份更新地图以后就没有玩过了 那么游戏开始,我直接来到这个控制室 为什么我会直接来这里呢 肯定有小伙伴知道原因的啊 哎,这也算是一段痛苦的往事了吧 不出意外的话,这里肯定会躲藏一个 你看,说什么来什么,两喷直接空中带走 不会只有一个吧 咱们上去瞅一瞅 哎呀,还真让我说中了 虽然说屋内没人,但是啊 我刚刚听到有浮地爬洞的摩擦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楼顶可能还有人呢 门口这个利用攀爬就可以上去了 这个位置说实话,有点胆大心不屑了 一层发现一个,再看一下这个拐角处有没有躲藏玩家呢 好的,没有,上面的还有一层 这个位置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上去哈 用这个卫星就可以很简单 不过我这次不需要上去了 他被我吓得直接跑掉了 OK,这边应该是结束战斗了 随后我本打算前往警察局 不料在半路却发现两名玩家 这两名玩家鬼鬼祟祟的 在搞什么鬼啊 直接给了两喷,不过一个没到 我估计也没什么血量了 直接追过去啊 OK,击倒一个 另一个好像也直接放弃挣扎了 话说他们刚才在研究的是什么东西啊 呃,这是想利用载具上到集装箱的上面嘛 可你这个吉普压蹦蹦我是真的没看懂啊 终于来到了警察局啊 这里有辆废弃的载具 我感觉有人 不过这个载具停的位置不太好啊 影响我的后跳 哎呀,我还真上不去了 我再找找办法 直接从这个载具上房顶行不行啊 好像也不行 不过现在我可以确认一点 上面是有人的啊 但他也发现我了 此时我心生一计 我现在不是开着全部卖的吗 哎,我就如实说呗 哎呀,怎么就上不去呢 难道是因为这个载具 算了算了 实在不行就不上房顶了 你看,中计了吧 这次收获还不小 我直接淘汰三人 这个塔你怎么看啊 怎么看都有问题啊 走吧,上去走一走啊 哎呀,预警还挺不错的 这么高直接跳下去啊 也是个狠人 我就先不跟着一起跳了吧 先看看他去哪啊 啊,什么鬼啊这是 不会以为我也跟着你跳下去了吧 随后我又来到了军人基地的后面 这里摆放了很多架飞弃的飞机残骸啊 哎,右边有车 啊,这也能撞啊 看样子这名玩家不想跑了 他这是想调戏我吗 哎,同样我也回个礼 就不打你,就不打你啊 我直接把这个载具打炸 看你还跳不跳了 呃,15,15 忘记辅助瞄准忘记关了 下次你可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这里还有脚步 直接迎面而来是什么鬼啊 噓,有人要来 我直接就是两枪 呃,一枪没中 哎,不对劲 不对劲,不对劲 他这是想引我去一个地方 那我现在算不算是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呀 跟着他走 看看要去哪 啊,人呢 你这是引我过来干嘛呀 不会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块风水宝地吧 不对 我觉得这里肯定另有玄机 不过现在已经将他淘汰了 那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寻找了 果然发现新大地 啊,这个玩家才算是真正的胆大心细 直接藏在了车里 不过运气不好 呃,还是被我发现了 哦,这实在是太惨了 看到这个飞机美 刚才那个人就是到这里以后就没了动静 难道人就藏在飞机上吗 让我仔仔细细地搜索一番 这儿也没人呢 人呢 没用啊 没人藏这儿啊 人都去哪儿了呀 难道是我的侦察方向出了问题 不应该呀 周围像这样的飞机还有很多 一个一个找的话太浪费时间了 什么声音 哎呦,卧槽 这也可以 要不是他换了下子弹 还真的就让他逃着夭夭了 利用同样的办法 我在旁边又发现了一个 你们可真的是狗啊 我又来故地重游了 而且我百分百的确定这里有人 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呃,事后剪辑发现的 哎呀,这次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军事基地特别大 我一个人找的话太费劲了 这样吧 下次我会在评论中抽选一位幸运观众 和我一起去寻找猫猫 想不想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由于剩下的人太多了啊 本来还是想着要拼拳来着 不过他们的目标太明确了 所以呢 所以只好日常标准结局了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